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三讲 国家 首先我们来看国家的定义 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 国家呢 它是一个历史概念 也就是说国家不是从来就有 也不会永远存续 国家是在历史当中诞生的 它也会随着历史的变迁 逐渐的消亡 那么国家在人类历史上 它是一个质的飞跃 国家呢 是一个共同体 但它不是血缘共同体 它是一个地缘共同体 我们人类早期的组织 跟动物的组织 它是相似的 我们知道动物都是按照血缘来组织的 那么人类早期的这些部落 它也是用血缘来组织的 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它逐渐进化到了地缘共同体 比如我们现在的绝大多数的国家 它都是属于地缘组织 我们所有的国家 它都属于地缘组织 比如我们中国 我们有56个民族 这56个民族 它如果从人种学的意义上来讲 它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中国人是黄皮肤 黑眼睛 但实际上呢 在中国的大地上 我们有的民族 比如说俄罗斯族 它就是白皮肤 蓝眼睛 在我们这个56个民族当中 有相当一部分民族 它在人种上 跟汉族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 但是它也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一员 所以我们的这个国家 它是一个地缘共同体 那么国家呢 经历了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 两个大致的阶段 比如说我们古希腊的这些城邦 我们称之为城邦国家 像我们的这个草原部落上的国家 我们称之为部落国家 还有像这个中国的先秦社会 从西周到先秦 我们可以称之为封建国家 而欧洲的宗世纪 它也是封建国家 那么还有像罗马帝国 它是一种帝国的形态 它除了有本土以外 它还有殖民地 那么中国的历代的这个国家 我们可以称之为王朝国家 而我们自西近代以来所形成的 我们称之为现代国家 也可以叫它民族国家 这是个 这我们今天这门课程呢 主要是讲什么呢 讲的就是现代国家的诞生 现代国家呢 跟前现代国家 有着质的差别 那么在15世纪左右啊 开始这个民族国家 开始显露出它的雏形 那么这个跟15世纪的这个民族主义 开始形成有关系 那么16 17世纪呢 是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 以及军权神兽的思想 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 为什么非常重要呢 因为它对这个中世纪啊 最具有势力的 实力最强的教会 构成了致命的打击 对教会的势力进行打击之后呢 君主的力量就会相应的上升 宗教改革呢 是长期以来垄断着欧洲 思想的 政治的 这样一个基督教出现了分裂 那么从而呢 使君主的势力呢 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呢 路易十四啊 他被称为太阳王 这个是象征着军权的一个巅峰 到18世纪呢 美国独立 美国独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件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它跟欧洲的这些国家不一样 它是一个完全没有历史的国家 没有历史的国家 从一个前殖民地转化为一个民族国家 而这个国家呢 又恰恰是由来自全世界各国的移民所组成的 所以它更好地代表了什么呢 我们现代国家的一些特征 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民族主义啊 它所说的民族 跟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族群 它是不一样的 美国就是很典型的 美利坚民族 它不是一个人种学意义上 血缘意义上的民族 而是一个国族 19世纪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就是意大利德意志的统一 那么意大利德意志呢 过去呢 是长期的处于分裂状态 这就是延续了中世纪的那种分裂的状态 那么后来这两个国家走向了统一 那么像日本的明智维新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这是亚洲地区第一个 实现了从前现代国家 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这样一个国家 那么到了20世纪啊 非常重要的就是苏联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 那么还有一个事件呢 就是欧盟 欧盟呢 在一定程度上啊 它构成了对民族国家的一种替代形式 我们讲民族国家 我们后面会说 民族国家呢 它对于现代的这个国家体系来说 它是一个最高的利益单位 利益单元 而欧盟呢 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一点 就是说欧盟呢 它实际上行使了一部分 原来传统上 被认为属于国家的一些权利 比如说 这个货币的权利 这是国家的很核心的一个权利 但是欧盟它也欧元 那么这个就是 对民族国家这种形式的一定程度上的一种超越 那么欧盟成员国的立法权呢 在一定程度上 也被欧盟进行了分享 所以呢 这是一个对于现代国家发展啊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反复啊 就是英国的脱欧啊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我们的民族国家呀 依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单位 政治单元 即便是欧盟 这样一个对于这个民族国家 带有一定超越性质的超国家联合体 它实际上呢 也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底色的 民族国家的利益啊 是超越其他的所有的政治单位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 这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 这个历史起点就是欧洲的中世纪 我们知道在欧洲的中世纪 它的这个政治体制啊 跟我们中国的先秦时期 它是有一定的相似性 就是封建主义 那么封建主义呢 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方式 它是一种政府组织形式 就是说一对军事领袖 他们垄断了政治权利 但是队员之间的权利分配呢 有相对的平等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君主和贵族之间的地位啊 它是相对平等的 君主跟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皇帝 它有本质的区别 有非常大的区别 我们中国的这个君主制啊 我们讲君君臣臣 父父死子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这是中国的这样一种皇帝制度 它是中央集权的 而西欧的这个封建主义啊 它是高度分权的 君主相对于贵族来说 他不是一个父亲的地位 他至多只能说是一个兄长的地位 一个长兄 但是兄弟之间的权利啊 是相对平等的 不像父子之间的权利 结构是相对不平等的 那么在封建主义当中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就是我的附庸 的附庸 不是我的附庸 我的领主的领主 不是我的领主 这个原则啊 至关重要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说 我是一个公爵 我是国王的附庸 我这个公爵下面呢 还有侯爵 有男爵 这些侯爵和男爵呢 它是我的附庸 是公爵的附庸 它并不是国王的附庸 那如果说公爵 跟国王发生了战争 下面的这些侯爵和男爵 应该站在谁这一边呢 他应该站在自己的领主 也就是公爵这一边 跟国王作战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就看到 国王的权力啊 实际上是非常弱的 它相对于大的贵族而言 它只有微弱的优势 那么我们看这段 阿拉贡贵族 对新国王的誓言 就非常的明显了 和你一样优秀的我们 像不比我们优秀的你 发誓 这句话很气人 对吧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就我们是跟你一样的 你不要以为 你是凌驾于我们之上的 我们接受你为 我们的国王 但是呢 至高的上帝规定 你要遵守我们 所有的法律和法规 如果你不遵守的话呢 我们就不接受你为国王 也就是说 贵族对国王的忠诚啊 它是有条件的 不是无条件的 不是像中国历史上的 皇帝和臣子之间 均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他们的地位啊 更多的是一种契约关系 虽然包含了一定的不平等 但这种不平等 是相对微弱的 贵族 要求国王履行对他们的协议 有条件的保留 对国王的忠诚和支持 那么现代国家诞生当中啊 有这样一些关键性的事件 我们简单的梳理 首先呢 是十四这个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为什么重要 我们前面讲 它主要是冲击了教会的势力 那么过去呢 在中世纪呢 教会是欧洲最大的地主 拥有欧洲最大的版图 教皇呢 是凌驾于所有的四属君主之上的 虽然说呢 这个四属事务是属于国王的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这个宗教事务和四属事务 要截人两分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教会呢 实际上拥有非常大的四属权利 十五世纪中叶啊 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就是突厥的入侵 突厥人的入侵呢 把大炮火药传入了欧洲 那么这个事情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大炮 首先损害的是谁的利益啊 大炮损害的是柜子的利益 在中世纪呢 国王实际上有两个主要的敌人 一个是教会 这是国王上面的敌人 他凌驾于四属君主之上 另外一个敌人是谁呢 是贵族 这是国王下面的敌人 这些贵族呢 虽然成属于国王 但是呢 他们对国王的忠臣是有限的 经常还会因为一些征税 或者其他的一些事物 跟君主发生冲突 所以呢 这个大炮成欧洲之后啊 这样一种新的技术啊 我们要知道所有的新技术 它都是非常的 很贵啊 很费钱 那谁最有钱呢 国王最有钱 所以国王跟贵族相比的啊 他更有可能采用大炮 这种新技术 而大炮对谁不利呢 对城堡不利 在冷兵器时代 城堡是一手难攻 你要攻破一座城堡啊 这个成本非常的高 但是到了大炮时代 这个城堡很容易被攻陷 城堡容易被攻陷 而国王容易掌握大炮的技术 拥有最多的大炮 所以国王相对于贵族的优势啊 他就逐渐的显现 也大概在同一个时期啊 古藤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活字印刷术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带来了什么呢 带来了十字率的提高 十字率的提高啊 首先冲击的是谁呢 冲击的是教师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在欧洲历史上 印刷术 得到最大的 这个发展的一个推动力啊 实际上是这个印刷圣经 那么在西方基本上 人手一侧 是吧 那么圣经呢 过去主要是用羊皮纸写的 而羊皮纸呢 是非常的昂贵 价格很高 所以它是被极少数人使用的 比如说贵族 比如说教师 那么这个就导致了 垄断 知识的垄断 和对信仰的垄断 那么谁才能够去解释 宗教的教义呢 谁才能够跟上帝进行沟通呢 只有教会 只有教室 但是随着印刷术的普及 那么这个对于新教的传播 新教在它早期啊 也是用异端 相对于传统的基督教教义 它就是一个异端 那么这样的话呢 新教的传播 是伴随着印刷术的发展 大家都可以去直接读圣经 大家都可以直接跟上帝沟通 而不需要以教会和教室 作为中介 作为中间人 那么这样的话呢 新教的发展啊 它对于教会的力量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那么当然顺带的一个后果 它提高了欧洲的理性化的水平 因为在整个中世纪啊 欧洲的这个理性化的水平 知识的水平 是要低于古希腊时期来 低于古罗马时期来 但是到了这个近代 逐渐的 现代的这个 这个科学 开始得到发展 那么这个跟十字率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所以印刷术啊 它大大的推动了 近代欧洲的 这样一种十字率的提高 文化水平的提高 那么降低了蒙昧的程度 提高了人的这种精神的这种状态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呢 就是在15世纪 葡萄牙人环游非洲 然后呢 后来又发现了新大陆 开启了大西洋贸易 大西洋贸易 我们后面会讲 它非常的重要 因为大西洋贸易 它对于资本主义的兴起 至关重要 因为它带来了原材料 带来了资本 带来了海外市场 而这些呢 都推动了欧洲的这个工艺啊 从传统的这种手工业 向机器生产转变 另外一个重要的事件呢 就是意大利的修士 它发明了会计学 就是富士记账 我们大家知道 现在我们这个发票 我们的这种记账 都是一世纪份 都有几年 那这个呢 就是会计学 会计学大大的 促进了信用 促进了资本的发展 我们过去呢 这个 因为我们不能够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那么这种交易的凭证 是非常重要的 会计学的发展 它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16世纪初期 路德创建了新教 那么这个新教的发展 它有一个前期的一个铺垫 是什么 印刷术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 圣经啊 就可以大规模的进行传播 用低廉的价格进行传播 穷人也能拥有圣经 所以新教呢 它对这个传统的基督教 构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冲击 那么新教 或者叫基督教 和天主教之间啊 它就出现了分裂 而这个给国王带来机会 这就是宗教战争 宗教战争实际上呢 它也推动了四属化 为什么呢 因为想我们只有一个神的时候啊 它是高度的神圣化的一个社会 神学化的一个社会 当我们有不同的教育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为四属化提供了空间 宗教它慢慢的呢 被关进了笼子 那就它变成了一个 只关注精神领域的 这样一个宗教 那也就是说 政教分离 创造了条件 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宗教 那么政教很难分离 就当存在多个宗教的时候啊 这个政教分离 它就具备条件了 那么在17世纪 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30年战争 那么欧洲呢 这种连绵不绝的战争啊 它使国家不断地强化 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 强化官僚制的建设 不断地进行财政改革 这些改革呢 都是使国家的能力变得更强了 从而呢 能够更加有效地去控制地方 控制贵族 那么在这个战争当中 那些弱的国家 它基本上都消亡了 而只有强的国家 中央集权的国家 它才能够生存下去 所以这个呢 就奠定了现代国家的 基本的制度形式 这里面有这个两幅油画 是我们现代国家形成过程当中 两个关键性的人物 第一个啊 这个是卷发 穿丝袜 长筒丝袜 红色高跟鞋的 美男子啊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女性啊 所钟爱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丝袜 高跟鞋 碳发 这些事情呢 都是男性最开始玩的 都是男人玩剩下的 这个 卷发型男呢 就是路易十四 他宣称 政绩国家 我就是国家 那么这个呢 这种观念 实际上就我们后来称之为 绝对主义国家 绝对主义国家呢 实际上对 是对这个 欧洲中世纪以来的 这种 封建国家的一种反动 君主的权力啊 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为什么说政绩国家 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 至关重要呢 因为国家的权力啊 从贵族 向国王集中 这实际上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 就是国王 在那个阶段 他就相当于 国家的肉身 国家的肉体啊 那么当国王的人头 被砍下来的时候啊 这个权力就属于谁呢 这个主权就属于人民 属于抽象的国家 所以绝对主义国家 相对于封建国家 它是一种进步 另外一个人呢 就大家非常熟悉的 拿破仑 拿破仑的这个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人物啊 在这个现代国家形成当中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拿破仑的这一系列的战争 实际上呢 使得这个欧洲的民族主义啊 得到了大范围的传播 在这些战争之前 老百姓啊 国家观念 它是很弱的 它可能更多的 只是认为 我是一个巴黎人 我是一个马赛人 或者我是一个天主教徒 我是一个基督徒 它的国家观念是淡薄的 但是随着国与国之间的 战争的爆发 它的这种观念啊 逐渐的形成 接下来我们讲 现代国家的特征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啊 现代国家 它就是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跟现代国家呀 它基本上是一个同义词 我们的这个民族国家呀 它被称为想象的共同体 那么这种想象的共同体 要区别于我们这种 一般的这种 面对面的共同体 比如说我们一个村庄的人 来大家 我们都是一个村的 是吧 我们一个宗族的人 我们都是属于某一个家族的 那么这个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是面对面的互动 靠的是这种 血浓于水的这种亲缘关系 而民族国家 我要想象说 在黑龙江 在甘肃 在云南大理的另外一个人 跟我的语言不相同 甚至有的跟我的肤色 也不一样 文化各个方面都不相同的一些人 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 差异非常大的人 为什么认为它是我的同胞 这个实际上呢 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建构 它属于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区别于我们这种面对面的 通过互动 通过亲缘关系 所聚合起来的 共同体 那么这个呢 大概可以从15世纪开始 但是一直到了 19世纪下半叶啊 民族国家 它才成为主要的 一种力量 那么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呢 就是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 那么民族啊 它首先是这 意味着一种合适的期待 那么这种期待来源于一个群体 在面对其他群体的时候啊 它的一种特殊的团结感 我们说民族主义 它很大程度上啊 这种边界 它是需要去激活的 什么情况下 民族主义这种边界 可能被激活呢 存在外部敌人的时候 这个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啊 应该很容易理解 当我们面对外部威胁的时候啊 我们这种共同体的意识 它就会增强 而我们这里 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们这里讲的这个民族 是一种国族 是nation 它不区别于我们通常讲的族群 比如说我们讲汉族 维吾尔族 苗族 它实际上是族群 这个这些族群在一起 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 我们中国人到了移民到了美国 他如果加入了美国籍 那么他也就变成了 美利坚民族的一员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大家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可能会感受越来越强烈 我们前一段时间啊 这个遇到一个这个白人小伙子 这个他跟我们的这个 上海的这个小青年一起踢球 大家这个就因为球场啊 发生了争执 这个小伙子啊 明明看起来是个白人 他最后急了 他用一口流利的这个上海话说 这个我也是中国人啊 因为他这个 他是一个混血儿 他就是虽然你看起来 他是个白人啊 他就是从小生活在中国 他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中国人 你看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 他是不是一个超越了族群的 这样一个国族 他不是一个人辱学意义上的民族 他是一个国族 包含了很多的族群 那么民族和国家有什么区别 那么民族呢 我们说他没有官员 也没有明确的领导职务 他只是有这个民族运动的 这样一种情感代言 而且呢民族成员的这种资格 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也没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 但是国家的这个公民啊 他是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的 他是有组织的 那么这个民族主义的发展啊 实际上是跟战争密切联系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大家如果看过 圣女贞德啊 这个影片 那就知道这个圣女贞德 这个英国人 法国人的这种长期的战争 这种战争啊 催生了法国的民族主义 而在此之前呢 法国人他可能更多的是 作为一个地方上的居民 或者某一个宗教的信徒而存在 他没有这样一种法兰西的意识 战争加剧了民族主义的萌芽和发展 比如我们看这个马赛曲啊 武装起来 同胞啊 这是想象的共同体 对吧 然后呢 还要有我的敌人啊 敌人的脏血将灌溉我们的田地 所以民族主义呢 它包含了一种 非我族类 其心弊异的 这样一种观念 它有一种 它实际上是要有一种外部敌人啊 要有敌人的存在 这种民族主义 它才会被激发出来 那么现代国家的第二个特征 主权意识 我们这个封建国家 它的这个领土啊 是因为过度分割而分化的 那么领土之间的关系是梳理的 权力是分散的 而现代国家的领土啊 是统一和统治的 这一点呢 跟我们以前现代国家 跟封建国家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像欧洲的 这样一种封建国家 贵族的这种领土领地 它实际上每个领地呢 比如说公爵的 侯爵的 伯爵的领地 它这个不需要 跟国家国王的这种法律 完全保持一致的 它有自己的地方性的一些司法系统 然后呢 它的很多的这个管理啊 行政管理 跟国家的行政管理 它是不一样的 它不需要完全听力于中央 是一个非常分化的一个体系 那么我们中国历史上的 这个王朝国家也一样的 虽然它有中央集权 但是它领土内部的这种差异 关系都是树立的 权力是分散的 这个对于我们中国现代版图 贡献非常大的一个朝代 就是清王朝 那么在清王朝呢 我们知道它的这个 有两个 首都 一个首都在北京 一个首都呢 在陈德 那么为什么有两个首都呢 因为它的这个君主啊 有两个不同的身份 那它在北京呢 是汉人的皇帝 它在陈德呢 它是蒙古人 维吾尔人 藏人 克汉 所以它这个 在不同的这个领土啊 它实行的原则 统治原则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汉人的这些领土 它是行省制度 是高度中央集权的 这些都府啊 都是由中央任命的 必须听命于中央 而在这个蒙古 它很大程度上 是种部落国家 是部落 权力是很分散的 分散在这些蒙古王爷手上 而这个跟 藏族的这种联系啊 是通过这个藏传佛教 这个通过藏传佛教 把它联系在一起 所以它在不同的地方 它行使的是不同的原则 在有一些地方 可能还有吐司制度 而在现代国家 那比如我们当代的中国 我们虽然有一国两制 虽然我们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这样一些制度的安排 但是本质上我们的领土啊 是统一和统治的 中央的权威是一样的 第三个 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呢 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 职业军人 常备军啊 那我们知道军队是非常昂贵的 那要养常备军啊 这对国力是有要求的 我们后面会讲到 在现代国家形成当中啊 这个常备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制度安排 官僚制 官僚制呢 它是跟贵族的这种领主制啊 相矛盾 这个官僚制呢 是更多的听命于中央 是中央集权的一个工具 而领主制呢 它是独立于中央权威之外的 它有相对高的独立性和自本性 那么再就是通过财政改革 来垄断税收的来源 以前的这个中央 这个线中央的这个税收啊 国家的税收 它是非常分散的 比如法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它是通过包税人来征税的 那么这样一种征税的方式啊 就是税收的损耗非常的大 中央最终能够收上来的税 它是有限的 大量的这个税收 在征收的过程当中流失了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统一的这个法律系统 就是各个领主 它的这个法律啊 都被废除了 只有中央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法律系统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使得这种离心的一种封建式的统治 它会转化为向心的国家式的统治 第四个特征呢 是垄断强制手段 用马克思韦伯的话来说呢 就是暴力的合法垄断 那么我们在前现代国家里头 这种暴力啊 它是无法做到垄断的 比如说 在这个欧洲历史上 那这个除了这个 国王拥有暴力以外 国家拥有暴力以外 领主也拥有暴力 合法的 拥有 这些暴力 领主还可以跟中央 跟君主已经对抗 那么 教会也拥有一定程度的暴力 那有很多组织来分享暴力 而在现代国家 它是不允许 国家之外的 其他的组织 来拥有暴力的 那我们中国历史上 甚至说 这个祠堂 也有宗族啊 它也可以有暴力 有些地方甚至拥有私兵 我私人的小武装 这些呢 在现代国家 它都被废除了 现代国家不允许 血清复仇 它禁止 国家之外的其他组织 合法的拥有暴力 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呢 我们大家也能够理解啊 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要 扫黑 因为黑社会啊 跟国家竞争了两样东西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对暴力的垄断 黑社会它也在分享暴力 对不对 第二个呢 就是黑社会 它也在分享税收 它是跟国家在竞争税收 竞争对暴力的合法垄断 所以一个这个健全的国家 它是不允许黑社会的存在 最后一点呢 就是新的国际秩序 就是现代外交 我们现代外交的体系呢 它是所有国家无分大小 它都是一律平等的 而我们在前现代国家 国和国之间 在形式上 它并不平等 比如说 朝贡制度 在形式上 它就不平等 那你必须向我称臣啊 然后我们才能够 有朝贡的贸易 那么现代国家呢 它在形式上 所有国家 它都是平等的 都是平等的主题 接下来我们讲 民族国家形成的原因 民族国家形成的原因 有好几个 最重要的 我们学术界现在公认的 最重要的 就是战争 战争是现代国家形成的 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 那在这个欧洲的 进入近代以来啊 它的这个战争 是非常的平凡的 那么战争经历了 这么几个阶段 早期是骑士战争 骑士有两个身份 它是既是战士 它又是地主 那么骑士呢 也构成了封建制度的 一个基石 封建制度的一个基石 因为封建经济 和骑士是紧密 联系在一起 那么骑士呢 它拥有相对多的土地 那同时呢 它又是它的领主的 士兵 那我是一个男爵 那我可能是 这个猴爵的士兵 猴爵有 这个战争的需要的时候 我就要出征 我是猴爵 我可能是国王的士兵 那国王有需要的时候 我需要为国王提供军事服务 还需要为国王提供什么呢 财政府 就是要征收税款上交国家 那么骑士制度在后来呢 遭遇到了摧毁 后来过时了 那么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文学作品 就是唐吉克德 唐吉克德讲述的实际上 骑士制度崩溃之后 有人还在怀念 骑士制度 这种个人英雄主义 那么谁打破了骑士制度呢 一个是长毛方正 如果大家看过 这个勇敢的心这部电影 就知道了 这个长毛方正 他那个毛非常的长 不像我们中国的这个 就大概比一个人略高的这个长毛 他的长毛有好几米 非常的长 那基本上没有单兵作战能力 就你如果一个人拿这个长毛 他没有任何的威力 他靠的是方正 当长毛方正的时候呢 组成长毛方正的时候 他可以抵挡骑兵的攻击 就你的马匹马上就会被他 这个征服掉 那么另外一个征服这个 骑士制度 对骑士制度起到一个摧毁作用的 就是步枪 这个步枪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步枪呢 在近代的时候 步枪的威力 其实单兵作战能力也是很弱的 因为他一弹 一次只能激发科子弹 那如果你是一个步兵的话 你的战斗力是非常弱的 很容易被人家干掉 他靠的什么呢 靠的是纪律 就是我有步兵 我至少是两排人 第一排人射击完了之后 第二排人 然后第一排人要蹲下 第一排人射击 然后呢 他的这个最重要的不是你要 这个 百发百中 最重要的是你要 服从纪律 就是当这个 对方的骑兵啊 进入到你的有效射程的时候 你的这个长官会让你开枪 这个时候你才能开枪 他强调的是纪律 那么这个长矛方正啊 和步兵兴起之后 骑士制度很快就崩溃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大炮 它摧毁了这种贵族的城堡的统治 在冷兵纪 冷兵纪时代啊 固若金汤的这种城堡 到了这个近代的时候 他很容易被大炮攻陷 然后这种步兵啊 他需要 纪律的训练 使用步枪 因为步枪它不是一个 不是需要你的这个百发百中 最重要的是你要遵守纪律 要服从长官的命令 当对方的骑兵冲过来的时候 你不能四散逃窜 对吧 当这个对方进入 没有进入有效射程的时候 你不能够提前开枪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这种就这个对士兵的这种训练啊 他就催生了什么呢 催生了这种专业化的军队 催生了这种官僚行政模式 极权化的行政模式 实际上马克思韦伯在讲这个官僚制的时候 他的这个原型是来自哪里呢 就来自普鲁士的军队 这个普鲁士军队把它分为 这个牌 联 营 团 军 这样一些军事组织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科层制的这个起源 那么军事改革啊 它也要求加强国家的财政的积取能力 迈向直接统治 因为我们传统的这种军队啊 和这个现代的这种常备军制度啊 它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那么由于呢 过去呢是一种最开始的时候呢 是骑兵打仗 骑兵打仗呢就是意味着国王啊 不需要养一支专业化的军队 哎 道理很简单 因为这些骑士啊都是 主业是农民啊 是这个领主啊 庄园主 而他的这个副业 才是骑士 那么这个骑士打仗呢 会有一个问题 第一 它的规模很小 因为它都是贵族作战 贵族的规模本来就小 第二个呢 这些贵族的战斗力参差不齐 有的可能武力值很高 有的可能贪生怕死 武力值很弱 第三个 骑士呢 他们都非常的注重荣誉 强调自己跟国王之间的 相对平等的地位 所以呢 骑士它比较难指挥 战斗力不够整齐化一 纪律性不够强 那么这个使得这个骑兵作战啊 它的这个效率是比较低的 它有效作战范围比较短 你想想看一匹马 要载着主人 还要驮着干粮 所以它作战距离是非常短的 规模也是比较小的 那么发展到后来呢 就出现了这个雇佣军 雇佣军呢 比如说像这个欧洲的瑞士 就盛产雇佣兵 雇佣兵作战 它大大的提高它的战斗力 但是它也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你很难保证忠诚度 因为它是为钱而作战 所以忠诚度无法得到保证 那么它发展到后来呢 常规军作战 国王就要养兵了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那这个养兵的成本非常高 所以它就催生了国家对于财政的需求 养兵呢就需要有专业化的军队 所以要征兵征税 那么这个都提升了国家能力 国家对社会进行汲取 那么当国家提高了对社会的汲取的时候呢 它就会在国家和社会关系之间 要形成新的契约 不然我为什么要为你作战呢 我为什么要这个冒着生命危险呢 去保卫这个国家呢 这个国家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常规军它还是面临一个问题 它还没有解决pass的问题 于是呢进入下一个阶段 就是民族战争 就是我为国家而战 我不是为国王而战 我是为国家而战 民族主义 民族战争 民族战争的兴起啊 它必然有个前提 就是国家和社会之间要达成新的契约 你看我又要出人 冒着生命危险去当兵 你还要我出更多的税 那么这个都需要对社会和国家之间 形成新的契约 所以呢这个公民权啊 就开始逐渐的扩散 原来呢只有很少的人当兵 也只有很少的人拥有投票的权利 后来慢慢 这种权利就开始扩张了 我们在这个 后来在大家在这个 这个关于民主化的这样一些课程里头啊 也会接触到相关的这样一些内容 第二个呢就是资本主义 是现代国家崛起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资本主义对于现代国家发展 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作用 我们知道这个农业它的剩余是非常有限的 而资本主义呢 它才能够提供给国家足够多的财力保证 而战争当中啊 它对财力的需求是非常高的 那么资本主义呢 也产生了新的需求 就是资本主义偏好大的国家 大的市场 而传统的这些贵族 封建体制啊 而它把国家分割为一小块一小块 这对于统一的大市场是非常不利 所以资本主义呢 它的发展 它天然的需要更大的国家边界 更大的国家疆域 那么随着这个文艺复兴啊 这个发展 印刷术的发展 这些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对资本主义来说 它需要有摆脱了蒙昧状态的 能够接受啊 就新教的这个教义啊 它能为这个资本主义 奠定一个基础啊 传统的这个教义 它是反对资本发展的 反对资本的 反对钱生钱的 认为这是不正义的啊 钱贷和永生啊 是矛盾的 而新教能力告诉你 诶 世俗意义上的成就啊 恰恰可以让你更加确信自己 就是上帝的选民 所以大家发现说 诶 这个资钱这件事情 跟上帝啊 跟进入天堂这件事情 它并不是冲突的 大西洋贸易 它的一个发展 大大的推动了 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 因为它有更多的原材料 黄金 白银 这个海外市场 推动了洋冒贸易 那么这个大机器生产的时代啊 就到来了 然后庄园经济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逐渐的崩溃 资本主义经济啊 这个迅猛的发展 第三个呢 就是封建贵族的示威 这个我们后面要详细讲啊 封建贵族的示威 第四个呢 就是基督教的一个分裂 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在中世纪呢 过去大家都用的是拉丁语 这个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没有这个 自己的这个国家的观念 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徒啊 然后是某个地区的居民 哎 但是呢 这个到了后面 哎 大家开始觉得英语也很美 啊 实际上大家如果看过这个有关 这个 沙士比亚的这样一些作品 电影 影视作品啊 大家知道沙士比亚 在他那个时代地位并不是很高 有点类似于金庸啊 通俗小说 因为早期的这些文学作品都是拉丁语写的 大家觉得英语很粗鼻 等到英国人觉得英语很美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民族主义上升了 等到法国人认为法语很美的时候 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的时候 这个法国的民族主义啊 就上升了 基督教的这个影响在下降啊 随着他的分裂啊 教会的力量越来越失微 这样的时候 这个过程当中啊 你就会发现说 哎 国王的主要的竞争对手 一个一个被打败了 是吧 首先是这个教会的力量的衰落 另外一个衰落的这个竞争对手呢 就是贵族 比如大家去巴黎都会看福尔赛宫 福尔赛宫啊 它就是一个王权的象征 一个发散式的一个结构 对称式的一个结构 代表着中央集权 我们知道这个法国啊 早期的时候呢 中世纪的这种宫廷啊 它是在各个城堡之间搬来搬去的 因为这个 有的时候呢 这个现任的国王 他没有子嗣 没有子嗣呢 就可能由他的一个血缘相对近的 远亲 亲属啊 侄子啊 或者外甥啊 他来继承他的王位 所以城堡呢 宫廷啊 在城堡之间搬来搬去 一直到17世纪后期 宫廷才开始相对固定 那么路易十四啊 就是我们前面那位 穿高跟鞋的男人 那么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 就是修建凡尔塞宫 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一个功臣 它既象征了国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同时他也有非常现实的一种功能 就是他把这些贵族啊 这些外甥的贵族都讲 你们在这个乡下太土里巴基了 那你们到我们巴黎来 到时尚之都来 跟我们一起共享富贵 那其实呢 就是让这些贵族啊 走入了宫廷之后呢 他们就丧失了自己的一个 独立的一个领地 他再也没办法跟国王进行竞争了 同时呢 宫廷里面有非常奢华的 繁复的这种礼仪 比如说礼服一天要画好几套 然后有很多的party 很多的这种仪式 那么这个呢 都会导致啊 贵族的生活 他越来越奢华 越来越烧钱 所以他就越来越依赖于国王 如果没有国王的帮助 他就很难维持他的生活 同时呢 他也脱离了他的人民 而这一点呢 对于后来的这个 法国大革命 有着致命的影响 就是实际上呢 我们某种程度上讲 可以是路易十四 在使得法国变得中央集权的同时 他也坑死了自己的孙子路易十六 就法国的这些贵族 为什么那么招人民的痛恨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过去贵族啊 他虽然拥有特权 但是呢 他也是跟自己的人民生活在一起的 他除了享有特权以外 他也要 行使一些义务 比如说对社会进行治理 当民众有困难的时候啊 他要给予帮助 这些呢 都使得他的特权变得相对合理 但是当这些贵族都集中生活在宫廷里的时候 他就脱离了人民 他拥有特权 却不再有义务 所以他们就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寄生虫 这就为什么后来法国的人民 那么痛恨贵族啊 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么官僚制度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他就不断的强化 通过官僚制度呢 国家可以跟社会直接进行互动 而不再需要通过贵族的这种自治权利的影响 来进行互动 也就是说他从这种间接的统治 演变为直接的统治 我们再来看一看马格斯和韦伯的这种国家概念 马恩格斯啊 对于国家有个非常经典的定义 他说国家就是表示 这个社会啊 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 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 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 为了使这些对立面 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 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当中 把自己和社会消灭 就需要有一个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 这个力量应该缓和冲突 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 这种从社会中产生 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 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 就是国家 说起来很拗口啊 但是实际上非常简单 就是国家 它是凌驾于阶级之上 它虽然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 但是呢 它为了让大家觉得说 让社会觉得它是一个中立的第三方 而它需要 在形式上拥有一定的 独立性和自主性 相对自主性 相对独立性 这是马克思主义 对于国家的这个概念 那么 马克思韦伯的国家概念 实际上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 就是他强调说国家是唯一合法垄断了强制手段的暴力机器 就现代国家 它提供了一套秩序 一套行政秩序和法律秩序 那么这套秩序呢 它本身也是以法律 以暴力啊 作为后盾的 同时呢 国家剥夺了其他的组织 其他的个人 使用暴力的权力 只有得到国家的允许指示以后 运用暴力才是合法 这是韦伯的概念 那么还有一些学者 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概念 比如像这个查尔斯蒂利 他强调民族国家施要素 领土 人口 主权 政府 那麦克尔曼 他在这个 韦伯的概念的基础上 他又进一步的发展 他说国家的 他要垄断的 不仅仅只是暴力 他要垄断什么呢 垄断规则制定的权利 国家垄断了规则的制定 也就是国家 他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利 而且他组织不能够制定这种 对全国人民都具有约束力的规则 那么国家除了垄断规则制定的权利以外 他还垄断了税收 我们前面讲 黑社会为什么要 这个国家为什么要打击黑社会 因为黑社会在跟国家竞争税收和暴力 竞争制定规则的权利 所以国家必须打击他 对吧 那么这是这个麦克尔曼的概念 实际上他也是对韦伯的这个国家观念的一个延续 那么对于国家呢 有不同的观念 那我们大家了解 一个呢是古典城邦的观念 那古典城邦的观念呢 我们在前面大家可能接触过 就是说强调国家大于个人 国家与善的生活是高度相关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希腊人啊 古希腊人他会说 城邦之外非神即兽 你要么是神要么是兽 你作为个人你必须在城邦当中生活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啊 必须参与到城邦的公共生活当中 我们才有可能形成健全的人格 才有可能达成一种善的生活方式 所以国家与德性啊 它是联系在一起的 国家是善的 是正面的 而近代的契约观念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他强调的是个人大于国家 为什么有国家呢 因为国家是出于个人的需要 而结成的 比如说典型的就是社会契约论 我们达成这个契约 是为解决自然状态下 无法解决的一些困难 比如说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比如说财产权无法得到界定和保护等等 这样一些困难 所以我们需要达成一个社会契约 来形成国家 那么国家呢 它是一个必要的恶 就是说国家不是个好玩意儿 但是呢 如果没有国家 我们会更糟糕 比如说 无政府状态 它可能是最大的恶 在这种情况下呢 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们选择有国家 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国家观念 那么现代国家形成的条件呢 第一个 它需要资源的大量的获取 比如商业的发展 财政的壮大 这个就很能理解 为什么现代国家发展 它跟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是在西欧 这样一个率先产生资本主义的地方 产生了现代国家 第二个呢 它要有安全的地缘环境 如果你没有安全的地缘环境呢 你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 对吧 它是跟战争当中的获胜啊 军事技术的发展 密切联系在一起 那么它要有持续的人才的供给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现在大学啊 在中世纪后期 它开始兴起 那么这种受教育的这种普及 它是有利于行政管理模式的专业化的 因为国家这样一个组织 它需要大量的专业性人才 再就是呢 被统侠人口 文化上的同志 大家在文化上 相近 那么大家有共同的语言文字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再一点呢 就是中央权力和地方精英的强大的同盟 就是它能够抵制地方精英的 私有化的形象 这个大家就看到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中国的现代国家形成 它经过了很多的反复 为什么当西方国家入侵的时候 一个民族国家在跟我们的王朝对抗的时候 王朝的秩序土崩瓦解 然后这个现代国家的秩序啊 迟迟未能形成 也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在这个晚清的时候啊 跟西方国家相遇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在经历一个反向的过程 就是我们的中央权力和地方精英的同盟在瓦解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地方军事化 就是在乡军淮军兴起之后啊 这个地方啊 的都府它拥有了相对独立的权力 地方有了这些军队 而这对于后来晚清的这个负面 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 就它的中央集权崩溃了啊 这个没有办法去抵制地方精英的私有化倾向 那么现代国家的兴起啊 它是具有一些积极的意义啊 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传统上是没有中央和地方之分的 君主和贵族之间啊 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他们更多的像一个略有不平等的这样一个契约 国王略有优势而已 而这随着现代国家兴起啊 因为现代国家 不管你是我们现在讲的中央集权的 还是地方自治的 你相对于前现代国家 相对于封建制啊 都是中央集权的 第二个呢 就是国家的这个政治权力啊 它延伸到基层社会 因为它形成了一种直接统治 而不再依赖领主的这种间接统治 第三个呢 就是民众开始向国家提出诉求 一个很重要的诉求就是选票 公民权啊 这就是民主的由来 因为老百姓要征兵 要打仗 要征税 那么我的义务增加了 那么国家能够给我什么回馈呢 国家给我什么好处呢 这个时候民主就开始形成了 福利就开始形成了 第四点 国家形成之后呢 借助国家强制力量 它进行民族建构 使得共同地域当中的人口啊 形成了统一的民族认同 这种民族认同啊 它不是与生俱来的 它不像这个父爱啊 你爱着你的家庭 爱你的家族 爱你的部族 它是一种面对面的 民族国家 它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它实际上是通过教育 通过政治社会化 通过国家的力量 它形成了这种国家认同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兴起了个人的政治权利 这跟第三点是联系在一起的 就我们个人的这种相应的权利 义务 义务 权利和义务啊 它同步的增长 使得这种个人的这种政治权利 它得到 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好 最后一个课后思考题 就是我们 大家可以想一想 跟西欧社会相比啊 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形成 它具有什么样的一个独特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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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